古代的缠组你了解吗 在古代的年轻女性都必须缠组 那么缠组的时候 大脚趾还要单独缠 不但要瘦 还必须得尖 尖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将来能够塞到丈夫的鼻孔里去 能够让丈夫享受到特殊的乐趣 那么今天我们就通过女子周玉梅的记录 揭示旧社会中女性的缠组心酸史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宇哥 哈喽大家好 小唐 在1916年 山东来阳的那个初秋 年仅五岁的小女孩周玉梅 迎来了一生中的至暗时刻 从那一年起 至1992年离世 她一辈子都没有好好地走过路 因为裹小脚而获得了短暂的幸福 却又因为缠组遭遇了无边的屈辱与苦难 在农历8月的24日这一天 又被称为小脚姑娘节 是老一辈传下来的祭祀缠租神的日子 这一天周玉梅没看见传说中的小脚姑娘 却见到了自己的亲姑姑 一个二十多岁裹着小脚步履阑珊的美女 因为娘亲去世的早 亲爹娶的二娘对她总是不冷不热 所以周玉梅一直对自己的姑姑一直很亲 但姑姑这一次来的目的 就是给玉梅缠足来了 这是玉梅早就知道的事 她爹自打她懂事起 就告诉她所有的女人都会有这一天 当时山东人对美女的审核标准 就是肤白发黑足小 而周玉梅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 周家还是村里养过长工的父户 更是对闺女的要求严格 必须缠足 否则不但会被视为丑女 还会遭人嫌弃 嫁不出去 因为自古以来缠足的风俗 不分东南西北 贫富贵贱 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女性美 最为重要的一个条件 周玉梅上面有两个哥哥 母亲在她出生后 又给她生了个弟弟 然后就病逝了 因为没有了娘亲 给她缠足的众人就落在了她的姑姑身上 紧接着姑姑拿出一块大红布 让玉梅把双脚踩在上面 掏出一块滑石 就类似于粉笔那种东西 将玉梅的一双小脚的轮廓就勾勒了出来 多年后玉梅才恍惚的发现 这块布就是她当做一个正常人的最后的流念 姑姑将那个大头罐打开 倒出了些许白色的粉末 仔细的涂在了玉梅幼小的脚趾和脚缝之间 这个东西叫做明反 是用来收皮肤防止发炎感染 就在姑姑的纠扯当中 玉梅啊一声发出了惨叫 原来是姑姑把她的大脚趾外的四个小指头 死死的往下压 向脚底的内侧弯曲 玉梅疼的来回挣扎 她只知道小脚美却不知道缠足的痛 姑姑一把抓住玉梅啊 拿起炕上的布条 就往她的脚上开始缠 边缠边说 听话别乱动 一会儿就好 兴许是二娘早在门外等候多时啊 不愿做坏人 此时才出来 紧紧的握住了玉梅的小身体啊 不让她乱动 姑姑手脚麻利就把布条缠好了 又拿起了针线缝着起 实际上这一招叫做示警 只是疼痛的开始 后面还有裹尖 裹瘦 裹弯等各种程序 会越来越残酷 但是没有人告诉玉梅 缠足的当天晚上 是姑姑陪着玉梅睡的 这一天晚上 玉梅的脚上被套了一个红色的睡鞋 双脚疼得呀 翻来覆去睡不着 小腿以下像是火燎般的发热 她揪着姑姑的衣襟啊 就哭泣着问姑姑 说求求你了 把我的脚放开吧 可是任凭她怎么哭啊 姑姑都不为所动 只是不断地摸着她的头 告诉她说 玉梅啊忍一忍 将来要嫁人的时候 未来的婆家是先看脚 后看脸的 你的脸蛋是天生的 可是脚是后果的 将来能否找个好婆家 这能耐功夫全都在脚上 你娘要是在下面知道我手软 会恨我 所以姑姑警告玉梅啊 双脚别挨着 也别去碰 否则会越来越痛 就这样熬了三天啊 玉梅疼得浑身无力啊 几乎没有下抗 食喝拉撒都是姑姑搀扶着啊 完成的 三天后 姑姑给她脚上拆线 看着已经变形了的脚趾 满意了点点头 再次把药粉涂上 重新裹了起来 但是这一次的力量 比之前更猛了 玉梅疼得浑身发抖 嗓子眼都寒哑 她不知道一向疼爱她的姑姑 这次如此狠 但无论她怎么挣扎 脚被裹得越来越紧 因为大脚趾不裹嘛 八个脚趾被踩在脚下 每次触碰到地面的时候 她都是钻心的疼 这还不算什么啊 姑姑开始搀扶着玉梅 就开始下抗溜达 说如果不反复的走动 脚型就会不好 还容易生病 可是玉梅每走一步 都疼得撕心裂肺 这下地走路 其实还有研究的 姑姑就告诉玉梅 大脚趾虽然是单独裹着的 但不要向上翘 你要跟其他脚趾一样 必须挨着地 否则会形成 用后脚杆 养着走路的坏习惯 所以长大后 丑陋的姿态会被人笑话的 又过了几天 裹脚的布再次被解开 玉梅的脚已经开始溃烂 脚背鲜血淋漓 姑姑把玉梅的脚 放在带有高药的热水里 反复的搓洗 洗掉那些血擦干后 重新的缠裹 并越来越紧 玉梅一辈子也忘不了 这是北方乡间缠足的老法子 目的就是要让烂肉骨损 才能够裹出精致的三寸精脸 等着玉梅哭闹后 渐渐少了以后 二娘和爹就来瞧过几次 望着玉梅着见变小的脚 也满意的点了点头 二娘甚至当着玉梅的爹面说 倘若不好好裹 不好好洗 以后就是一双烂脚 脚上会留疤 将来嫁人后的第一天 丈夫如果发现了 就会嫌弃你 甚至把你给修了 到时候谁都不会管你的 数月后 玉梅的脚形终于变形了 摸脚底的时候 能够直接的摸到弯曲的脚趾头 已经变得又扁又平 随着裹脚步越来越紧 她的脚背弯曲增高了 脚后竿也变形 与前脚掌挨着 中间只留了一条缝隙 这期间玉梅无数次的发烧 双脚不断的发出恶臭 吃不下睡不着 瘦了一圈 玉梅的脚背上的皮肤出血 溃烂 身疮 一直到最后越来越瘦 仿佛只剩下了皮包骨 半年后脚背成了弓形 前脚掌后脚掌之间的缝隙也几乎没有 所以玉梅看着自己的双脚 又臭又黑 像一双被烤熟了的羊蹄子 实在不知道好看在哪里 其实这个时候的形态叫做夭折 但是还没有完成 正宗的小脚不能够超过三寸 也就是要缠出三寸金莲才算完 这又得半年时间 所以最终的脚的长度要控制在两寸八九左右 也就是不能够超十厘米 当然越小越好越小越美 不但小还得瘦 所以最后双脚变成了心月的一个形状 才算合格 这样才能够又小又巧 穿上鞋子呢 魅力楚楚 据说山西的女子的脚能够小到只有五六厘米 想要把脚裹好 需要整整两年的时间 这期间要反复的裹布 反复的剔除 比如说鸡眼 剪指甲 去烂窗 洗脚 泡药 直到浓宵了 完全变得光滑 白皙 双脚被裹成了成年女子 手掌心那么大 大脚趾还要单独缠 特殊对待 不但要瘦 还要尖 尖到什么程度 将来能够伸到丈夫的鼻孔里 只是当时没人告诉周玉梅这些 直到她长大出嫁之前 姑姑才交给她一套完整的夫妻相处之道 最终玉梅的脚变成了父亲满意的长度 只有一根香烟那么长 但痛苦也并没有结束 蝉足带来的副作用后 后一阵会伴随这个女子一身 长大后 玉梅才知道这双脚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以及蝉足的目的是什么 自打开是蝉足之后 玉梅的房间就经常飘着一股怪味 你说臭吧 它还带着一股草药的香 裹脚布一直伴随着双脚 就连睡觉的时候不能松 还得套上鞋套 畸形的双脚常年被包裹着 无数的春夏秋冬 可能会有一些味道 为了遮掩这股味道呢 就得经常洗脚 泡脚 换脚布 还得擦药 香膏等等 可是又变成了香臭混合的奇特的味道 但是据说古代的时候 很多男的就喜欢这个味道 只要闻到就很开心 而裹脚布还得经常洗 洗干净后还得上浆 使得布条板正 洗完之后是不可以在院子里晾晒的 因为裹脚布是极其私密的东西 不能被人家其他男人看到 除了自己的丈夫以外 而在大太阳底下 晒裹脚布会被人耻笑 所以周玉梅的这双脚 除了自己和姑姑见过以外 第一次暴露在他人面前的时候 就是他的行婚之夜 而玉梅16岁那年 因为老爹去世了 大哥吵吵的要分家 那个时候大哥已经结婚 带着二弟和玉梅就去了烟台 分得了家里最多的那一份 而二娘因为没有生育过 只得了家里一小份财产 把弟弟带走 但谁也没有想到 13岁的小弟 转手就被二娘卖给了一个 在大连瓦房店的远房亲戚 给人家做儿子去 做劳动力 直到半个世纪之后 兄弟姐妹才得以相见 最后也移居到了烟台 大哥就带着他们搬到了大庙附近 做起了贩卖海鲜的生意 二哥去了中学继续念书 玉梅也就到了要嫁人的年纪了 按理说大哥平时照顾铺子 中午是不需要家里送饭的 而铺子周围是有卖包子面条等等 可是在夏天 大哥就非说太热了 吃不下饭 非得喝大嫂做的凉粉汤 就必须让玉梅去送 因为玉梅不单长得漂亮 白净 走起路来婀娜多姿 左摇右摆 惹得路上经过的男人都看眼直了 自打缠足之后 玉梅就跟着姑姑学走路 不但要学 还要长期的练 虽然玉梅家着见的落寞 但是周家的闺女必须嫁得好 当少奶奶 这是她爹死前的遗愿 由于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在脚后跟上 所以走起路来就左摇右摆着双手 拧着腰 活动着胯 走起来很像现代的模特步 正一如此 玉梅拧着腰 就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而这里就有碧氏海参的当家人 土豪碧老爷 这个碧老板又土又豪 家里的祖辈靠卖海参发家 在烟台当地很有名气 他大字不识几个 却喜欢附庸风雅 人生三大爱好就是 听书 看戏 品小脚 他家里有一个老婆 两个妾室 都是一个比一个脚小 而碧老爷盯上了玉梅 他觉得这个闺女 简直就是完美女人的典范 于是他动了心 但并不是他想要拿下玉梅 而是给他家还没有娶媳妇的老二做媳妇 这也正中了玉梅大哥的盘算 他早就听说了 碧老爷喜欢小脚 也知道自己的妹妹的优势 因此他才让玉梅不停的去给他送饭 这都是他大哥设计好的 目的就是把在家吃闲饭的包袱 早点甩掉 如果妹妹能够嫁进碧家 他也就能跟着沾光不是吗 所以玉梅的大哥和碧老爷两个人一拍即合 为了让毕家的老二看上玉梅 他们还做了一个扣 十五的那一天让玉梅在大嫂子带领下 到海神娘娘庙烧香 而烟雾聊耳之中 玉梅跪在了铺垫上 那一双穿着胭脂红色的绣鞋的小脚就露了出来 被躲在大柱子一旁的毕家的老二 瞧了个真真切切 而这个毕家老二跟他爹一样 也是小脚迷 那一眼望去 不禁的心头一颤说 好脚 上品是佛头连 其实这个佛头连就是小脚迷们制造出的十八种三寸金连排名第一种 是他们追捧中的上品 脚背更加的公骨 如同灵脚般的千巧 没过一个月 毕家的大花轿就把玉梅抬进了门 婚礼那天热闹一场 可闹完洞房 接下头盖后 毕家老二对玉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把鞋脱了 让我看看你的脚 这就是古代禅族女子的一生 旧社会中的女性的辛酸史 禅族 好了 以上当故事听听就好 不要太当真哦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 别忘了订阅关注鱼哥小唐的频道哦 拜拜 拜拜